LiLiLi 廢光朋友 大家好 我是演員邱世倫 很高興能在這邊與大家見面 我前一次剛殺清一部劇 叫《板手阿發》 那在裡頭我就飾演是 年輕版的阿發的部分 其實我一開始也很期待能跟他們合作 但我們並沒有實際在戲劇上面碰到 因為我是演他們年輕版 所以如果碰到他們的話 等於是坐到時光機就穿越了 雖然我們戲上沒碰到 但是三位哥哥都是很照顧晚輩 跟照顧我們戲裡演員的好哥哥 像陳俊哥跟陳福哥 包括現在殺清我們還常會一起聚餐吃飯 然後討論他們對戲的看法 是教過很多東西 大概都要介紹什麼 其實很妙 我們聊的 有時候像我跟陳福哥最近常聊的是高爾夫球 對 因為我最近有在打高爾夫球 然後他也有在打 然後我們兩個就會 針對譬如說幾號桿子怎麼打 然後從這邊著手來研究 那陳俊哥就是會聊 陳俊哥我們會跟他聊 他跟我聊比較多的是有關戲劇的上 就譬如說因為 他是我們兩個是演同一個角色 然後他是長大之後的阿發 然後我是年輕之後的阿發 那我們就會討論說這個角色 就是我們兩個的看法 或是表現力會怎麼樣去探討 對 辛苦我覺得 因為我很享受在拍攝的當下 我覺得那個拍戲的過程 會勞累會怎麼樣都是正常 那我覺得最辛苦的是主要 因為家人都在台灣 那整個重心一過去 那自己一個人沒有家人的陪伴 然後習慣的朋友跟生活圈都在台灣 對 那你應該有偷哭吧 偷哭嗎 對啊 默默的沒有在北京 其實有耶 那時候在北京 因為我在北京住房子嘛 然後有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順利的時候 我在想說 我做這個選擇是對的嗎 然後自己在房間就是有 默默的流了幾滴眼淚 但我就覺得男生好像不該落淚 對 就是 但還是有一兩滴 我覺得最大的轉變是 我自己覺得我從男生變成 靠近男人的感覺 就不管思想上或是 處事上 面對問題的處理方式 或是譬如說 在人與人的相處跟人際關係上 這些我們都必須要去更直接的去面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會進步很多 其實這個印象深刻是 那時候在台灣拍主戲叫 聶曉倩首 那有一個演員叫做 莫子儀 莫哥 對 其實他對我的影響是最大的 他可能自己都沒有發現 但其實我能拍戲拍到這麼多年 這麼堅持 是因為他當初給我的啟發 就是我在現場看到一個演員 有那麼能有張力的在現場表演出來 並不是說透過電視 那個現場的震撼度 使我想要去覺得說 哇 演戲應該可以這麼厲害 會讓我想去追求的 對 因為這兩個曲本最大的差別是 一個是虛幻的 就是你這輩子不肯接觸到的東西 因為它是在古裝嘛 古代 然後也有玄幻啊 或是說那些奇珍異壽 那是很像在漫畫中 或是你的想像中能出現的 那這種寫實劇 或是說 我覺得比較貼近 我們真實人與人之間的溫度 我覺得這兩個都是 我很喜歡的東西 因為它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 恐怖的 我有想過要不要拍 但是我覺得我會自己 被自己拍到笑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是一個很膽子很大的人 其實我有點像那種 無神鬼論者 就是我會覺得說 事情自然有它的道理 很多年前我跟我朋友 他們在討論 就是說 為什麼要怕鬼 然後我說 因為鬼很可能會很兇啊 它會把你害死啊 那我說 那你死掉了變什麼 是不是也變成鬼 所以你有兩次機會 可以跟它搏鬥 所以應該它怕你才對 對 我就是這種比較 樂天之命的性格 我覺得我應該霸氣不起來 就是在感情裡面 對 因為我脾氣就是 我覺得女生 我不會去凶她或是 講話大聲 我用溝通的方式 就是我覺得女生很像 就是小寵物或是小朋友 那種就是他們需要被關心 或什麼之類 因為我家他們 像我姐跟我媽都是 我們家算是女權社會 他們家的地位很高 所以我都不敢跟他們大小聲 對 所以對待女生的話 我覺得 我應該是被吃死死那種 對 所以霸氣不起來 我覺得我自己 我是一個 特別說 會耍浪漫 就是搞驚喜這一套 因為我自己很害怕驚喜 所以當初我會比較注重於 生活上的細節 例如說 幫她看前看後 出門 幫她開車門 或是說 讓她走在路的內側 對 或是 可能看到她哪些東西壞掉 或是 需要的東西 我會默默地幫她準備 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 最好不要 因為我覺得感情是這樣 就是 可能 我跟這個女生在一起 我們曾經有一段 戀情 那不管是好跟壞 就把它保留在 那時候的回憶跟印象就好 至少回想起來 還有那段過去 跟可以回味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 分手之後 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生活跟中心 那 為什麼還要再聯繫我當朋友 我覺得會很奇怪 有變成互相打擾 那是就是抱著工作的狀態 跟譬如說 劇本裡的角色 來跟她相處 就是完成工作就好 對 你不分得這麼清楚 你不是巨蟹做的嗎 但我對於 我對於 劇本跟這個 我自己個人 其實是 蠻分得蠻清楚的 就比如說 我在工作狀態 我是 這個月我是她 以前我會分不了 以前我會 比如說演那種很當的角色 我就那陣子 我就都很不開心 但其實當然 把自己搞得很累 所以後來慢慢學了說 要把角色跟自己本人 抽離 我很注重 兩個人的相處 能不能性格上互補 然後互相一起成長進步 跟包容 我覺得包容兩個字很重要 對 然後再來就是 相處上 我們的生活習慣啊 一些 這些細節我覺得比較重要 對 那至於外型啊 你身體有什麼關係 比如說她是胖的話 胖 那 或者是 因為我的身材是 就是 我的粉絲都知道我是 忽胖忽瘦的 就是可以一個月 胖個10公斤 也可以一個月瘦個15公斤 所以我朋友都說我是橡膠人 那胖如果她開心 那無所謂啊 那 我可能拉她一起運動啊 或者是我們一起 一起節制啊 都OK 我覺得 我偶爾會有這個想法 但 無法實際去進行 因為包括工作上 比如說 拍一部戲 然後接著下一部戲 其實 很難會有時間 給另一半 那 少於陪伴 或是相處的 的 感情的話 我會覺得 那 寧可先不要 先以工作為主 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我不會開心 然後另一半也不會 得到幸福的感覺 會變成很委屈啦 如果都在忙工作 我可能有一天就是 突然閃婚 那 她就可以 一直陪伴在我身邊 就是 工作啊什麼的 那她也不用 躲躲藏藏 或是怕被發現 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這樣子會 比較穩定也比較 對她比較公平一點 如果有對象的話 對 有 其實有 那以前我都是 因為我是籃球隊 然後我一直用隊 所以我基本上都不太在教室 不太在訓練 然後我是 對 然後就有一天我回教室 就 有一個女生 默默地飄過來 然後遞了風信給我 那時候還滿浪漫的 就是 現在以前沒有那麼 手機那麼發達 都是用書信 那個就很有溫度 那 我想說她要跟我講什麼 那 她突然就是跟我告白 然後 我也認在那邊 我想說 那 現在我要怎麼辦 那我該怎麼面對呢 是 我說好 謝謝你 還是怎麼樣 對 然後我們在那邊尷尬了五秒 我就說 好 我知道了 那 我先去打球了 對 就趕快飄走 對 因為我覺得很 很 很難去面對這個事情 如果發生在我身上 對啊 沒有 後來我 後來我超煩惱的 就是 因為她有給我信 然後她跟我說 然後我回去我想 一整個晚上 然後她想我要怎麼辦 就是我要怎麼 讓她不難過 那她一定很期待我的答案 結果我給她的答案 是這樣子的話 她會不會很難過你 然後後來 我有關注到那個女生 就是現在手機很發達 IG那些 我只有看到她 已經交男朋友了 然後她現在很幸福 對 那我要很感謝 就是當初她 跟我告白 讓我這個體驗 我覺得 現在想起來 是一個很 很甜蜜也幸福的回應 我自己私底下的個性 確實是比較慢熱 那戲劇我覺得說 因為她有個既定的角色在 我可以透過這個角色跟劇本 來呈現給觀眾看 她不一定是我本人私底下的感覺 對 那有啦 我之前有上過那個 就是宣傳綜藝節目 我就覺得自己 因為她們的光都很強 然後攝影機就對著你 我會覺得 那時候我會覺得說 呃 我現在該怎麼辦 我要用哪個面向的我 來給這個節目 對 我會變得很卡 放不開 對 那現在我覺得就是 比較好一點 現在不排斥了 只是因為剛好都在拍戲 我很喜歡那個啦 那種實境節目 就是Running Man那種有情境啊 玩遊戲啊 闖關那個 我就覺得很好玩 對 非常嘗試 我最記得是那時候 在台灣拍一部偶像劇的時候 然後我第一次就是 參與戲劇的宣傳 然後我記得在台北車站 記得很像很深刻 然後那時候是 忘記宣傳來宣傳 結束之後 我就知道 走路 離開那個現場 然後就是 走到 要去 從星光參與 要走到捷運站的路上 就有個人拍我 然後想說 是誰 然後我就轉過去 然後是一個 應該是 那時候應該是 是個小女神 就是那種國高中生 然後他就把一封信遞給我 然後我就說 你是不是找錯人 我想說你怎麼會認識我 他說他有看過我拍過的戲 然後他很喜歡我裡面的角色 然後他今天是專程來這裡的 我才發現原來我自己有粉絲 然後那封信到現在我還留著 就是那個粉絲給我的信 他就是裡面就是說 希望我工作不要太累 然後他會一直支持我 然後他很喜歡我看的戲 然後拍戲加油這樣 對 然後那封信我就覺得 意義對我來說意義很重大 因為我是從內科才發現說 啊 原來我拍的東西有人看 然後我是有粉絲的這樣 對 那個 那個版首阿法港的殺情 那他 已經應該是明年會播出 那再來是我之前有拍了一部 叫月落書院 還有師兄總是要開畫 這兩部都是古裝劇 也是預定在明年會開播 那目前也是有戲劇在接洽 我有在看劇本 但是還沒有還在待地 就有消息會跟大家說 對